Hello 大家好 我是楊迪森 我是一個高端旅遊家 美食女者 專欄作家 和一個新手爸爸 歡迎大家回來 楊迪森 匯客室旅遊頻道 我想很多人都像我一樣 從小到大都一直去澳洲 為什麼這麼喜歡去澳洲 因為空氣好 陽光好 食物多元化 還有很多獨特的體驗 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歡帶小朋友一起去澳洲 今天我請了一位神秘嘉賓兼好朋友來分享澳洲的旅遊體驗 之後我就會介紹澳洲的七大秘境 部份地方可能你都沒去過 或者很適合你和你的小朋友 Hello Carmen Hello Michael 多謝你請我來聊天 Carmen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自己? 我是澳洲 我沒說到 我是澳洲旅遊局Carmen 因為我做的太久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可能見過我 或者認識我 你們好 Carmen 你在澳洲旅遊局都做了這麼多年 去澳洲都很多次了 你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 你難忘和一些有趣的經歷? 好啊 因為這次我會講很多我的第一次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在北領地很多人都會知道我們的 北領地其實都挺大的 除了有紅土地的中心之外 我今天想講澳洲的東北在北面 這個地方叫達爾文 其實很多時候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達爾文都很容易去到的 我們從香港可以飛新加坡直達達爾文 其實不用六個小時已經到了 是最短的一個距離 但是要停止到新加坡 好了 今次的達爾文我想分享的也是我第一次 因為可以在半天裏面搭上三種很特別的交通工具 我們那個半日遊的名字叫 Outback Flow Plane Adventure 顧自然Outback 其實它不是真的這麼Outback Outback 即是澳洲內陸的地方 我們叫它做Outback 其實它是離開市區 首先我們離開市區 在達爾文市中心 我們搭一個Sea Plane Sea Plane是可以在水上著陸的 我們就飛去周邊最近的一個Lagoon 第一個體驗就是搭Sea Plane 我們就會去到一個叫Plantoon的地方 因為它是一個基礎 我們吃過早餐 早餐是即煎即食的 接著我們就會玩一架好像那些大飛那樣 吹的那些艇 我不會說是吹了艇 後面有個大風扇 風扇就很環保的 就是在Lagoon那裡飛池 我叫它水上飄 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在Lagoon那裡 又什麼時候在陸地上 因為它給我感覺上次我們是五月左右的 因為它有很多好像那些河花 那些水上種出來的植物 整個池塘都佈滿了 另外就是很刺激的 是因為一個很大很肥的人坐在那個艇的中間 接著它是拿著一把槍的 為什麼拿著一把槍呢 其實它說因為北利地是比較出名的鱷魚 很多野生鱷魚的 他們就說 如果當你飄的時候 真的有鱷魚上來的話 其實它是很安全的 它有些欄杆 就是有些絲絲網已經飛好了了 它就會拿著一把槍 一叮砍去射它 那應該這把槍是不用用的 但是你感覺上好像很驚險 很刺激 但是其實很安全的 好 那就玩完這個水上飄 在這個Lagoon那裡又飛 你看到很多湖江山色 會看到很多wildlife 例如鳥 甚至wild鱷魚都會在你旁邊飄過 接著你就會再搭一個Helicopter 回到市區 那是半天的時間 你是不是玩到三種不同的Journey的體驗 其實我覺得很值得 這個就是我今天想分享 達爾文的一個體驗 剛剛Carmen就跟我們分享了一些 驚險有難忘的經歷 我補充多一句 之前Carmen去的地方 就是利其非易得國家公園 我相信很多人去北領地 多數去一些大路的地方 譬如去達爾文 愛麗斯泉 烏魯路 其實你們走了 其實北領地還有很多有趣的地方 譬如卡卡道 卡卡道國家公園怎麼去呢 就在達爾文市 只要駕駛兩個半小時的車就開到 那個區域就沒有一些連鎖的酒店 多數人就會選擇租一些露營車 直接駕進去的 其實還有一個另外的選擇 就是入住一些高級的松林小屋 為甚麼我們要去 你有沒有想過在澳洲 都可以有Safari 那不如我們繼續去片 看到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這個區域 請大家注意 3至4月是釣魚季節 5至10月是野生動物觀賞季節 8至9月是觀賞尿類最佳的季節 大家在家都悶了一段時間 其實下年4月 你可以一班人或者一家人 去北領地卡卡道 你聽說你第一次學潛水就是在昆斯蘭 我覺得你都幾大膽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啊 這個又是我第一次 其實這個地區就是叫聖寧群島 聖寧群島這個地域有很多個小的小島組成 有74個小島組成 其實為甚麼我會第一次給了它呢 因為我第一次去那時候 首先我要再抗拒 我不懂游泳的 我真的不懂游泳的 我去微水的 因為它的水清到我不可以抗拒 然後他們的同事告訴我 不懂游泳是可以去潛水的 哇我看到很大的龜 我又看到很漂亮的鬚眉 哇差點想摸它們 這個感覺是肉眼看到 我真是怎麼說 這一世人又是比我第一次見到這麼漂亮的水景 大家聽完了 如果你不懂游泳的 下次都可以在昆斯蘭試試潛水的 如果想找一些好一點的酒店 你可以試試住在這個賀密頓島 之後大家可能一家人 還可以跳到去海曼島 享受羊干與海灘 昆斯蘭是不是只有羊干與海灘 當然不是啦 其實昆斯蘭有第二個世界文化遺產 大恩樹羽林區 它是全球最古老的熱帶羽林區 不如我們繼續去片吧 嘉文啊 這幾年我都有翻式來開會 發覺多了很多的Fusion餐廳 裡面的裝修都挺潮的 尤其是日式餐廳和中式餐廳 那你又怎麼看呢 我覺得是因為澳洲的天氣和土壤 所以我經常問我澳洲 譬如你去其他國家 有其他國家的菜 那什麼叫澳洲菜呢 我就會說是Fusion 是因為澳洲的食材新鮮 很多時候它自給自足已經有很多新鮮的食材 另外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文化 混合和混合 因為我們澳洲人是一個 有多大國的國家 有法國人 有意大利人 有亞洲人 那所以他們將他們的烹調的特色 混合和混合 那所以我經常覺得這件事 就叫做澳洲菜了 所以我用Fusion來形容 新鮮的食材 創意的煮飯 那你拍在一起 就有很多驚喜給你了 其實我們澳洲的本土人 都很喜歡吃中餐的 那所以變成了他們那個 Mix and Feel 或者他們的受歡迎程度都很高 那所以很多時候我喜歡去Sickley 就是找很多不同的食物 大家聽到Carmen所說 Sickley真的有很多Fusion餐廳 每次回到去都給我一些驚喜 那我上一次就住在Sickley岩石區 一間五星的酒店 那為什麼要說一說這間五星酒店呢 因為那個位置真的超級無敵 一走出來就可以Shopping 那餐廳和房間呢 都看著Sickley的那個劇院的 那就算你不在那裏住 你下次都可以過去 Hight Tea 或者佈張桌 晚上來一個燭光晚餐 大家去Sickley呢 應該都試過 Fight Dining 拿著一杯紅酒 一路看著Sickley的那個劇院 但有沒有想過在保育區 看著南山 來一個野外Fight Dining 大家去南山 通常都喜歡即日來回的 但有沒有想過去那裏住兩三晚 騎下馬仔 走下山來個霹靂 晚上還去觀星 大家聽到南山一定想起澳洲山林大貨 其實南山已經慢慢回復了 它是很難的 它是很難的 枇材和大廈的大廈 但走上這附近 這附近 我感覺到一附近 我感覺到一附近 其實 當我看見 小小小小小的草 在這附近 海洋 生活在 macro-scale 是挺有趣的 我們看到一些 有几天早上有几天早上有几天早上 在几天早上,几天早上是一个环境的环境 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专业 在蜂蜜蜜和枯萝卜 让人生命运动 Carmen和我都觉得 疫情过后,香港也很快就回復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订阅 按个铃铛,等我们下集准备后再通知你 下集再见